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一千四百零二级,烈酒 时间流逝,这第九根粒刺很长 半炷香的时间,汪林拽出了大半,他额头汗水流下 但却浑然不顾,而是始终望着那粒刺 这被拽出的粒刺通体黑色,更有大量的黑血滴落在地上 发出滋滋的声音 一下子,拽出来 清水平静的声音从牙缝内似乎挤了出来 传入汪林耳中 汪林沉默,瞬息间右手向前狠狠的一拽 呼的一声啊,就把那粒刺全部从清水脊骨内彻底拽了出来 黑血喷洒,清水更是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背部高高鼓起的脊骨啊 诡异的蠕动中,慢慢的平复下来 剧烈的喘息之声,从清水口中传出 他双眼通红,许久才慢慢平复 双手掐绝,开始了打坐吐纳 汪林面色苍白,扔了那粒刺后啊,闭目打坐 抽出这第九根粒刺,他感同身受 仿若再抽出自己的骨髓一样,那种痛苦尽管比不上清水承受,但也很浓 半个时辰后,王林睁开双眼 师兄,最后一根粒 王林轻声开口,清水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他转身对着王林,默默地望着眼前这个当年的实地 看着其疲惫的神色,看着其满身那红色干枯的鲜血 他眼中柔和 你,长大了 清水脸上露出微笑 眼前这个实地啊,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需要自己站在其面前 祖风挡雨的小小修士了 而是成为了足以撼动星空的一代强者 王林望着清水 露出了微笑 这笑容尽管带着疲惫 可却透出其真正的开心 有酒吗 清水挥动了一下双手 他的身体已经被禁锢了多年 此刻有些陌生 王林点头 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楚烈风出现 从其内飞出一个酒壶 清水哈哈一笑 一把抓着那酒壶放在口中 狠狠地喝了一大口 那辛辣的感觉弥漫全身 让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把酒壶递给王林 王林接过后啊 同样放在嘴边 引下一大口 体内传出火辣辣的感觉 与清水二人目光对视 同时大笑起来 二人笑得极为开心 那种爽朗豪迈的笑声呢 清水很少会有 王林同样 这根刺 取出后 我可恢复修为 且更精进不少 杀戮本源 杀戮本源 清水说着 神色有了一闪而过的悲哀 但却被他深深地隐藏起来 从王林手中接过酒壶 再次喝了一口 来吧 把那最后一根刺 取出来 清水放下酒壶 双眼露出金光 这个样子的他 隐隐让王林 看到了当年的清水 这最后一根利刺 是在你全身血管内 这根刺 恐怕 是最长的一根了 王林望着清水身体上 那鼓起的一处处血管内 如动之物 缓缓开口 从这里开始 我记得当年这根利刺 是从这里进入 清水目露沉思 宁神片刻后 右手抬起 抑制胸口心脏之处 在其抑制之下 其胸口 立刻出现了一道血淋淋的伤痕 旗内血肉分离 露出了下方青色的血管 深吸口气 清水不假思索 直接狠狠地一念 那血管居然被他 生生地拽出至伤口外 其神色平静 似乎看不到任何痛苦 但其痛苦的收缩 却是足以说明 其眼下的痛苦有多深 王林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直接就斩断了清水胸口 溺出的血管 那血管一断 鲜血刚要喷嗓 就立刻被王林施展印绝 凝固一端 紧接着 双指伸入另一端血管内 在其扩张中向内一捏 好似抓住了什么一样 王林猛地向外拽动 清水身子从未有过的极具颤抖 其刚刚有些恢复的面色 顿时苍白 但他却咬牙低头 盯着自己胸口血管处 在王林拽动下 被抽出的半截紫色荔枝 那荔枝更为柔软 仿若一条蛇板 在被抓出半截时 还在扭动身子 每一次扭动清水额头的冷汗 都会更多 他索性抓起旁边的酒 放在口中再次喝了一大口 在其这口酒喝下的刹那 王林右手捏着那紫色荔枝 向外大力一拽 那荔枝扭曲中 直接被拽出了七尺之长 清水面色已然发青 双唇颤抖 阵阵低吼 从其口中隐隐传出 他死死地盯着天空 眼中的怒火再次燃烧起来 更是在这剧痛下 他右手抓着的酒壶直接捏碎 其内酒水喷洒落在了四周 王林 有烈酒吗 王林沉默中啊 左手抬起虚空一抓 一个青色的酒壶出现 这里面装的不是酒 而是老朱雀送予的颜龙血 这血恨烈 清水接过酒壶 放在口中喝下 顿时长叹口气 大笑道 一股腥骚 但也甘甜 这那是酒 这分明是血 但这血酒 够烈 王林 把这利刺全部拽出来 王林 杀戏气息 在这瞬息间浓郁至极 一片片黑色的血 在那云内缓缓落下 飘散大地 你休息一下 我自己来 清水 清水双目寒光一闪 整个人直接站起身 右手酒壶放在嘴边 再喝一口 左手抬起 一把抓住胸口的那紫色利刺 向外猛的一拽 轰的一声啊 他全身如动的清晶 更加俱乐 那紫色利刺 赫然被清水拽出了不少 封印了本先军这些年 今日 你给本军出来 清水声音极为冰冷 丝毫不在意这痛苦 抓着胸口 那最后一截紫色利刺 一拽之下 单听轰的一声啊 那利刺居然被他一拽成两半 那与其血管连接 断开的半截 立刻收缩 似乎想要重新回到血管内 隐藏 清水看都不看一眼 把手中如舌扭曲的利刺 扔开后 双指成剑 一股惊天动地的杀戮 本源气息骤然弥漫 他双指瞬息 按在了胸口那血管内 你既然不想出来 那便死在本军体内好了 在清水双指落下的刹那 天地那降临的黑雪 急速而来 直奔其胸口而去 更有那让王林动容的杀戮本源 随着清水双指 疯狂地冲入其体内血管中 碰碰之声 从清水体内不断地传出 其身体上那蠕动的青睛啊 立刻就传出似惨叫之声 很快就平静下来 却是那仿若活物的粒子 在刹那间就被清水的杀戮本源 直接轰杀在了体内 清水身子一阵 张口喷出大片的黑血 其干瘦的身体直接膨胀 慢慢长出了血肉 恢复到了当年的样子 更是在这一刹那 其体内的杀戮本源 直接爆发惊天而起 天地瞬间一片漆黑 黑色的雪花弥漫之下 在那天空的尽头 赫然出现了一面虚幻的大门 空之大门 以杀戮本源正道 成三部大门 不需香火辅助 清水师兄体内这杀戮本源 本就是那七彩之人重想 但最终却是没有取走 而是留下了大半 使得清水师兄 封印刚一解开 就引动了空之大门 亡灵目露思索 瞬间就分析出了真相 这时那七彩之人 为何没有取走这杀戮本源 莫非他的目的 不是如我之前所料那样 是为了这杀戮本源 若不是为了杀戮本源 他到底为了什么 他想要在清水师兄身上 得到什么 亡灵目光闪烁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就在这时 他脑中突然电光一闪 浮现出了之前清水天灵 倾斜数寸的那根粒子 天灵为生死交汇之处 这粒子倾斜数寸所在之地 那七彩之人说是 开启轮回之处 轮回 轮回本是虚无缥缈 这七彩之人 莫非目的是 让清水师兄 在杀戮本源下轮回 可就算如此 又有何用呢 还有他那句话 他确定 我与他没有关系 这句话是不是说明 清水师兄与其有关 若是如此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联 亡灵百思不得其解 他隐隐好似抓住了什么 但却依然模糊 从他当年去滇落之地 遇到了贪狼 获得了那七彩雕像开始 王林便隐隐摸索到了一层迷雾 这迷雾之后 便是一个有关戒内戒外的天大隐秘 这个隐秘 因那迷雾的存在 始终无法被王林知晓清晰 直至当年那云海第一站 战老鬼的出现 他与长尊的那几句对话 让王林起了无限的猜测 甚至在他看去 这界内界外的数次大战 都是这迷雾背后的一部分 这里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七彩之人 到底在找什么 思索间 王林想起了 在那七彩界内 玄武背部的京石 此时已然被他取走 惊天轰鸣 打断了王林的思绪 他抬头中 看到了清水 一头长发飘动 向着那天空出现的空之大门 一直虚空点去 那大门 轰隆隆的巨响 颤抖中 隐隐似有了开启的迹象 盯着那空之大门 王林眼中露出渴望 他想要成为第三部大能 只有其修为足够 他才有可能知晓 这迷雾背后的隐秘 才可以有资格 去复活李牧丸 生死 因果 真假 这三道本源 我必须要大成 应该不远 王林目光如电 露出一股自信 如今 已经有了两个道果 再有一个 我便有九成把握 成功 第三步 恨劲了 王林深吸口气 此刻轰鸣在即 一声长笑钟啊 清水身子向着空之大门而去 其挥手间 杀戮本源滔天而起 漫天的黑色血环 疯狂的凝聚而来 在其身体外 化作了一把长剑 一把抓住此剑 清水仰天一声低吼 向着那空之大门 狠狠的一剑斩下 今日 本先军正到 开天门 入大盗 这一剑之威啊 惊天动地 化作一股 黑色的杀戮风暴 带着一股疯狂的杀戮 直奔那空门而去 越来越近 刹那间 这黑色剑气 杀戮风暴 就临近了空之大门外 轰的一声 震动着蛮荒星 震动了星空的巨响 滔滔而起 但见那空之大门 在这风暴的碰撞下 居然出现了一道道 细密的裂风 没等其打开 便直接崩溃了小半 强行被轰了开来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